战斗机是现代军队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而战斗机能够飞多元式军事战争指挥官考虑一场战役的重要指标 无论战斗机有多先进 无法飞到目标上空就没有价值 战争史上因战斗机飞不远移物战机的例子比比解释 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的失败最为典型 1.战斗机作战半径 所谓的作战半径就是一架战斗机从机场起飞到作战空域的距离 是衡量空军作战能力的标准 任何一种作战飞机设计时就要确定的决定性性能 不同作战半径代表着不同的作战思想 这个数据在实际使用中会千差万别 在载油量和燃油消耗率不变的情况下 作战半径会受到飞行高度和速度影响 高度越高阻力越小 消耗了燃料就越少 战斗机理论上的作战半径实际就是在最有力的高度上 以燃料消耗量最少的方式飞行 但实际飞行中会受到任务规划 天气 逆风和挂载影响 相比大型飞机只需在目标区短暂停留不同的 战斗机要根据战场环境精确计算有效载荷和飞行坡面 执行本土阶级防空和在敌方空域争夺 制空权的各阶段飞行速度和坡面差异非常大 即使体积 重量和动力装置基本相当的同样机型 在不同的作战中的作战半径也差异很大 执行防空拦截任务时 需要尽快拦截到目标 只能选择燃料消耗量最大的高速飞行 夺制空权时又需要在敌方空域长期停留 这时只有选择燃料消耗量最小的巡航速度飞行 执行队的攻击任务时 可以先选择巡航高度飞行 到达敌方空域再选择低空高速突防 这时因空气密度很大 挂载队的武器的重量和阻力自然会增加燃料消耗量 而且还要频繁变化航线躲避的面防空武器 所以燃料消耗量很大的 但不需要巡逻和加力空战又会节约燃料 另外作战编队复杂又繁琐 两架飞机编队作战战时有3%的燃料用于组队 调整上 私价就有5% 编队越大 机种越多 用于组队 调整的燃料就越多 以机内满油并挂载两维空空导弹 和三个外挂附油箱歼8战斗机为例 在采用1000米高高高铺面飞行时 作战半径为900千米 采用低低高铺面飞行时 作战半径为450千米 采用低低低铺面飞行时 作战半径为300千米 采用中低高铺面飞行时 作战半径为500千米 采用高低高铺面飞行时 作战半径为800千米 飞行过程中还要储备足够的燃料应付敌情 侧风 密封 雷电区和农机云等因素干扰 计划外的迂回规避很容易造成燃料不足而被迫返航 空战中燃料不足也会被迫脱离 空战历史上很多因为企图脱离战场被对方追杀的例子 歼82战斗机就因飞到南沙群岛后没有了无法和越南战斗机纠缠 2.战斗机作战半径的作用 当然无论怎么计算 在油量都可以决定着战斗机的飞行距离 在油越多作战半径越大 歼7战斗机机内在油理论最大航程是1300千米 实际执行拦截任务时外挂两枚格斗导弹 以高高高铺面飞行时是1100千米 拦截任务只要飞到目标去把导弹打出去就可以 只需要流出23分钟寻找目标和加力站位攻击的油量就可以 那么作战半径就是400到450千米 执行夺制空权任务时 要求可以在作战空域巡逻半小时和流出15分钟的加力控战油量 战斗机典型飞行速度是0.9马赫 半小时可飞400到450千米 加力5分钟燃料消耗量相当于以巡航速度飞了400千米 还考虑到往返航程和备用余游 歼7战斗机是无法在距离战区100千米外执行空中优势任务的 因此得了各机场保卫者的称号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挂载副油箱 歼7战斗机的前身米格21战斗机在速军的空战体系中是按前线战斗机标准设计的 不需要进行巡逻搜索 而是直接指挥引导对目标打了就跑 因此400至450千米作战半径可以接受 但歼7战斗机需要一定巡逻时间时 只能通过外挂三个480升副油箱来解决航程问题 外挂三个副油箱最大航程是1800千米 执行拦截任务时是1500千米 依旧是增大了200到300公里作战半径 但是早期的歼7战斗机只有三个外挂点 全挂了副油箱就只能使用航炮做武器了 后期又增加一对机翼挂架 勉强可以外挂两枚导弹 但也让本来轻小灵活的歼7战斗机不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推短 火力弱的毛病 反而变成了略显奔重 而且外挂副油箱一旦作战时头7就等同于零 最后还得依靠飞机本身的燃料 苏-27战斗机则是另一个极端 苏-27战斗机拥有高达40%的载油系数和4000千米的航程 这是因为苏联防空军无法载广袤的 西伯利亚布置大量的机场和防控系统 于是发展了雅克28和图128之类的大航程拦截机 苏-27大载油量非常适合苏联防空军 苏-27在研制时是一种全功能空中优势战斗机 只要求80万零900千米作战半径 但因为发动机和雷达太重 在完成设计时机体太大 为了避免浪费空间 多余空间都成油箱 事实上苏-27很少满油 正常在有60%到70% 装三吨燃料的油箱是很大的结构重量 导致飞机的体积和重量远大于内部载油F-15A战斗机 虽然采用了更大推力的发动机和更先进的气动布局 但飞行性能上并不比F-15A战斗机有太大优势 3.短腿的F-22战斗机 美国空军发展F-15A战斗机是为了穿透苏军 绵密的防空屏障进入苏军纵身 猎杀苏军制空战斗机 为美军队的打击飞机扫进障碍 F-22战斗机同样也是基于这个战术 冷战时期的中东欧机场逆步 几百千米内可能有十几个机场 所以针对欧洲战场设计 F-22战斗机对于航程的要求不高 F-22战斗机理论作战半径是挂载六枚 空空导弹全程压生素是1100千米 超声速巡航是850千米 外挂两具2271升 富油箱全程压生素是1570千米 当然这只是理论 实际上F-22战斗机的F-119发动机耗油率很高 满优9.3吨式超声速巡航是仅为750千米 和米格29K舰载战斗机相当 不但不如15E战斗机的970千米 甚至也不计单发的F-35战斗机 F-22战斗机航程不足是有特殊的时代原因 冷战后美军预算迅速减少 维护成本十分高昂的中型战斗机成了重点裁剪对象 F-1111E F战斗轰炸机提前14年推移 F-15E战斗机生产计划指完成3 5级告终指 原本计划的F-22战斗轰炸机和A-12复仇者 AI攻击机流产 90年代的美国空军要么将战斗机连队裁剪到 20个以下挤出资金采购4个连队的F-22战斗机 要么停产F-22战斗机流出足够的资金推进拥有 占一级纵深攻击能力的F-35联合打击战斗机 美国急目四顾后 找不到一个能够挑战美国空军的对手 最后决定牺牲F-22而重点保障F-35的生产 可现在时代变了 中国空军在国防开支连年两位数增长后 每年用于采购新装备的经费完全压倒了美军 用于制空的战斗机数量已经赶上了美国 美军的战场变成了西太平洋 这里大部分都是海洋 只有冲绳加首纳和关岛安德森两个大型基地 F-22战斗机腿短的缺陷被无限放大 冲绳加首纳距离近一点 但中国拥有强大的火箭军 部署在大量弹道导弹火力范围内发生冲突时 有可能遭到灭定之灾 部署在关岛安德森就要严重依赖空中加油机 再加上从关岛安德森出发 要来回家四次游飞3500公里才能到达台湾海峡 不停的空中加油让F-22战斗机疲于奔命 2008年 两名美空飞行员在酒吧谈及F-22战斗机的部署问题 认为大型空军基地有可能遭到灭定之灾 而F-22战斗机不但推短 维护也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队伍 两人蒙发出一个想法 以四架F-22战斗和一架C-17运输机为一组 分散到一些小岛军事基地 从而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 这个方案又叫快速猛前 关键之处在于局限于设施完备的大型基地 2013年6月21日 美国空军进行了首次快速猛前试验 两架F-22战斗机和一架C-17运输机 从夏威伊西·卡姆联合基地起飞 飞了4360干米后到达珍珠港以西的威克岛 并在威克岛本身没有任何支持设备下 立即开始执行任务 2013年8月28日 第三战斗机连队通过验证可行性 2014年又在阿拉斯加和关岛 实施了三次部署测试后认为可行 这一战术概念成为F-22战斗机 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部署方式 但也存在问题 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 虽然说有100多处可以攻F-22战斗机 玩快速猛前战术 但同样要能飞行1000多千米 更重要的是不利于维护保养 F-22战斗机的精密性和隐身性 需要耗费大把的时间 精力和资源维护 还要严重依赖高等级恒温机库 关岛安德森基地没有这个 更别说太平洋上那些 只有跑道外什么也没有的小岛机场 战斗机只能毫无遮蔽地 露天停放在高岩高温的海边 由于维护繁琐和缺乏必要的 维护保障条件 F-22战斗机隐身猛屁很快就坑坑洼洼了 保障妥善率和可出动性就没剩多少了 中国空军队战斗机半径 有难以启齿的回忆 当年无论是舰6还是舰7 都是机场保卫者 连飞出海100公里都成问题 更别说在远洋反航母 因此当年一舰苏20系就欣喜若狂 中国空军的主战场是低于辽阔西太平洋 而且考虑美军有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 战斗机在部署位置还要离沿海更晕一些 因此远程就成了歼20战斗机的设计要求 歼20战斗机的作战使命是 争夺1000到1500千米范围内的制空权 和拦截2000千米范围内空中目标 在这个思想下 歼20战斗机就成了目前航程最大的战斗机 鉴于美军工作于S波段的E3预警机 和宙斯顿系统反隐形能力有限 只能在七八十公里外发现歼20 歼20凭借着电子侦察能力绕过预警机巡逻区 或者直接利用射程超过150千米 霹雳15中远程空空导弹将其击落 即使装备有一定反隐形能力的L波段有源电苗 向空阵列雷达的110预警机也无法再面对歼20 110预警机雷达反射面积上百平方米 等期探测到歼20时 歼20已逼近到可以发射霹雳15中远程空空导弹的距离了 歼20穿透美军预警机的雷达往后 在西太平洋的加油机 电子侦察机 海上巡逻机类如微卵 没了体系支援 F-22看不远 飞不远 陷入无所事事的尴尬境地 同样丧失预警机 雷达探测距离只有180千米 F-35战斗机也无法与歼20对抗 而相对长腿的F-15战斗机面对歼20自保都不易 中国空军以歼20这饼狼机弩斯长枪就可以 彻底瓦解美军在第一岛链经营多年的作战体系 美军唯一可行的对策是向第二岛链收缩 只要靠近关岛 歼20的优势就逐渐消失 但这也代表美军远离中国沿岸 无法影响中国近海战局 这也是中国军队反接人区域拒止战术的要点 只要你不进入中国1000公里以内 你有一万架F-22在关岛上下翻飞也懒得理你 歼20的总设计时杨伟曾在航空学报发表的 关于未来战斗机发展的若干讨论一文中明确写道 短腿的F-22猛心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战场将无所作为